歡迎收看 蜜蜜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王篤霖 我是郭金城 好酒 不怕蝙蝠 是 來 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周 8月18號 24號的浴室 來 歡迎我們的蜜蜜老師 首先欢迎黄幽浮老师 好的 接下来欢迎吴美玲老师 老师好 来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两位来宾 首先是刚出录第29届的 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张爱丽 接下来是2011年第22届的 最佳男歌手黄文鑫 哈啰 大家好 我黄文鑫 两位运气都很好 真的耶 爱丽爱丽 得奖的新 得奖的新型 爱丽我先跟你说 其实那时候一宣布是你 得奖的人是你的时候 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那画面 是你爸爸的表情 爸爸坐在旁边 对 爸爸有那种 就是终于是我女儿了 因为爸爸那个表情 真的是藏不住的喜悦 然后打从心底来的 你出道多少年 我出道 个人出道的话算十年 个人出道十年 那你 我从十岁开始唱歌 十岁 那你入围几次 入围几届 今年是第三次 你前面两次没得奖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爸爸有在家里说什么 爸爸有 爸爸喝过来喝吗 其实不管有没有得 他都会喝 其实应该说他会觉得很心疼 然后就是像去年其实 就是他还蛮期待 就是可以得奖的 然后 你每一届都可以入围啊 唱得好 台语歌手都叫 就是去年跟今年 刚好就要幸运奖 然后去年的时候 其实我感觉出来他蛮难过 当然他也知道我很难过 可是他就回来 他就很生气 他就为什么就是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怎么不公平啊 因为毕竟自己的女人 对啊 我也跟你说 他说不公平 你昨天是你不送紅包 是不是 你不想吃饭 然后他就很气 然后我去年我就承诺他 我说爸爸 如果假设我们今年再入围 不然你陪我去走星光大道好不好 他说好 他就答应我说好 然后结果就 其实那时候我只是想说 安慰他这样 如果我们今年有机会 我们就一起去 尝试一下走星光大道 因为爸爸毕竟自己也很爱唱歌 所以我相信他心里 一定也有那个 你带你爸走星光大道 对 所以我就带他去 他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 他很 他比我还要紧张 就是在车上等的时候 他整个脸都脏红的 血压都 血压很高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聊天 我就说不然 等一下你想要吃什么 这样 就是一直放松他的心情 然后他就 他其实比我还要紧张 我感觉得出来 可是他就是 又要装得很镇定 因为毕竟他觉得他是爸爸 所以他要带着我 然后去走那一段路这样子 然后其实应该是说 他一路一来 所以走的时候就很轻对不对 他很轻 应该走完应该蛮爽的吧 他很 回去一直看重播这样子 没有 不是 因为他在走的时候 他就已经联络所有 他认识的朋友 一直告诉大家 他说 我等一下要去走星光大道 所以你一定要看电视 我现在在车上 对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电视没有打开 对 现在前面还差三辆就到我们了 好 不要转台 好 要联络好了这样子 对 他其实都是 一直是最支持我的那一个人 所以当一揭晓 得奖的是张爱丽 对 那一刻 那一刻其实我真的就是 我只是心里只是觉得说 终于就是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 然后可以 沾上了舞台 然后让他有一个 就是觉得很荣耀的时候 对 就你的承诺你也做到了 保很久了 对 你怎么没把你爸一起拉上台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脑筋一片空白 忘记对不对 真的忘记了 他回家我们说 你好好 给我解写 你也就 起来就 我妈就说 你该要带他上去的 你怎么没有拉他上去这样子 有啦 要爸爸听你的致辞的时候 都眼泪都掉下来了 对 就是真的很 其实那时候 其实上台的时候 就心里只是有一个 感恩的心情 就是真的很谢谢他们 然后也真的很谢谢 一直身旁 一直帮助我的贵人 我觉得其实家人 对我来说最可爱的地方是 就是那一个礼拜 然后他们就自己 大家约好 说要庆功宴 一直办流水席吧 对 然后可是我 根本人就在台北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南部 因为家里就很爱唱歌 所以就有卡拉OK机器这样 自己就办庆功宴 然后就是一人准备一道菜 大家来办流水席这样 然后还直播 然后我就想说 我在看直播 因为我人没有在现场 然后他们就自己庆功 然后我爸还上台致辞说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对这个爱你的致辞 然后他们就说 一路走来什么什么 就自己上台致辞这样 所以他的庆功宴 怎么办了多少场 我真的不晓得他办了多少场 所以他每一场 都要上台致辞 他都要上台致辞 但我都没有去 邻居的啦 邻里的啦 对 怕爹的啦 真正五十的啦 对 所以 所以 文心 你还记得那一年你得奖的心情 嗯 有没有那一种 到我了齁 我得奖 我得奖比较嚣张一点 哎呦 我那时候得奖的时候 我是直接这样 我是谁 因为我也是觉得 不可能是我 因为我其实想说第一次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入围 嗯 第一次入围应该 不可能马上就得奖了 想不到就念到我的名字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参赛者有 呃 星光的吴咏斌 然后翁立友 翁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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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 而且好像还有王士贤大哥 还有洪荣洪大 好强喔你那一切 哇王士贤洪荣洪 对 哦 所以你是蔡晓虎没有入文啊 蔡晓虎有入文啊 蔡晓虎有入文啊 啊不是 不是王士贤我讲错 翁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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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哇你打败这么多老将 所以你真的也全部都是唱将 然后 你一定送红包啊 没有啦 哈哈哈哈 没有我没有送红包啊 那时候他讲 讲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直接起来 耶 哈哈哈哈 我就就是有点 反正我就很开心啊 对 你有没有隐约听到旁边 有隐约听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觉得谁会霸出这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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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红隆红 还是 翁立友 应该不会啦 这个是王士贤 没有啊 他可能就是稍微就 就是会爆一下这样 那个爆都蛮很假 你看他怎么知道 你知道 隐隐约约 哈哈哈哈 因为他本身比较会经营人脉 当他有经营人脉的时候 比较愿意去跟人家搜救 愿意去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愿意去付出的时候呢 他就会容易碰到机会点 这个对长辈啊 对平辈 对朋友 都会非常的好 人家有什么事 你会主动的先去帮忙 或主动的去 帮助人家 或主动去做一些人脉什么的 那自然久而久之 你会创造很多很多的过人 都是金曲奖得主 但得奖前也都浮浮沉沉过 那艾莉说 十岁就开始学唱歌 对 十岁就开始唱歌 然后参加歌唱比赛 你也这么贵 十岁 十岁 对啊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就是跟干妈 陈英杰他就 他就在电视上看到我 因为小时候很好玩 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只会唱歌 然后我不说话 就像比如说我们这样访问 因为主持人一定会访问说 今天觉得怎么样 或是会设计一些题目这样 然后问到最后 他们真的没办法说 你今天有吃饭吗 那谁陪你来 不知道 就是讲话都不会超过三个字 就是一个很欠揍的小孩 就是到底为什么 有什么好不能说这样 然后不讲话 对啊不能说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是心情不好还是什么 也没有心情不好 你知道我们主持人最怕访问 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就是不晓得怎么回答 然后那时候就是访问的时候不讲话 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就是可以 就是可能因为老师 也有跟老师学 所以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唱歌跟平常访问的时候 反差那么大 所以干妈那时候就看到 你唱歌很放 对 可是讲话就不会讲 然后那时候他就看到电视 他就觉得这小女孩太有趣了 然后就那时候就联络那个 就是跟电视台长官说 我想要认识一下这个小女生 这样子 所以他引荐之下 我们才认识过 对 然后才就是之后他才收我当干妈 然后所以我才开始就是有机会 可以把唱片然后出道这样 哇贵人耶 大贵人 他真的是我的贵人 那选歌怎么办 你去餐厅演唱 不能都只唱自己的歌啊 所以餐厅比较适合唱什么 餐厅其实比较适合唱一些 比较 应该说比较安静的 或者是其实观众很好玩是 他虽然在切牛排 但是他耳朵还是有在听 然后他们就去点一些 比如说当下最流行的歌 还要点喔 对他们会点歌 他们会点歌 就是比如说最近可能 什么电影很红 或者是什么偶像剧很红 他们就会点说 偶像剧的主题曲 或是电影的主题曲这样 对像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被点最多的一首歌是 小幸运 就是那个我的少女时代很红 那时候 几乎大概就是你一个晚上 大概会上来练 三到四次嘛 就他们会一直想要听这首歌 所以你是不是平常就要 一听到什么歌 很红的 就要马上就先练成 对要趕快练 所以不是只有上台语歌 可能中文歌啊 英文歌 甚至韩文歌你要学 因为韩剧很红嘛 所以有时候他们也有人 会点韩文歌 我们先点小幸运 等一下我想点韩文歌 台语歌后唱国语歌曲 超想听听看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 曾经考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领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然的真心 与你相遇 好幸运 好幸运 谢谢 谢谢 但是前面也凹了很多年 对啊 说 你最早的艺名 不是叫艾莉 不是不是 是叫凤娘 凤娘 对这是我小时候 小时候出生的名字 就叫凤娘 对 我也不姓张 可是你会觉得 就是资深前辈 才会取这样子的名字 对于一个新生代的歌手 叫做凤娘 为什么一直沿用凤娘 这个名字 是因为那小时候唱歌 然后参加比赛的时候 就叫做张凤娘 所以大家就已经印象 这个名字 就叫凤娘 那我们接下来参赛者 张凤娘出场 就出来一个十岁的歌 对 小孩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等于就是 歌唱比赛结束之后 跟干妈一起 等于在她的专辑里面 就发了一个唱片之后 我其实就回去念书了 然后就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我是没有继续再唱歌的 然后那时候再回来唱歌的时候 那时候老板也想说 就沿用这个名字吧 因为大家也都记得了 可是其实会比较尴尬的是 因为其实中间断层了十年 所以很多的人事物 其实都不一样了 然后甚至有发生就是 我可能上电视节目 然后上 然后已经人到现场了 然后工作人员就说 凤娘呢 凤娘在哪里 凤娘找不到人 因为他们可能想说 凤娘可能是年纪比较年长 对啊 我就说我在这里 你叫凤娘 我说对 我是凤娘 所以你前面其实 出了那么多唱片 在还没得奖之前 有一段时间收入是不稳的 对 所以就那时候就是去 会去餐厅啊 打工啊 然后其实到 我到今年的四 五月 其实都还是在餐厅上班 对 在餐厅 打工 就是在餐厅上班 然后就是帮人家点餐啊 然后送餐给客人这样 对啊 现在不用了吧 现在没有 你说你还收入不稳 去药妆店打过工 对 也有在药妆店 然后之前还有在剧团 剧团就是当行政 那时候有去当过化妆助理 去剧组里面当化妆助理 对 这边也来请教美颖老师 老师 什么样姓名笔画的人 只要他肯努力 一定会有代价的 是 其实我们人 只要肯努力的话 就一定会得到代价的 如果等一下两柱都有对到的话 那这种努力是更会得到代价的 我们有时候努力 刚好他的 因为还要看流年嘛 是 如果刚好他流年不好的时候 你也不要灰心 流年到的时候 一样会赚到钱的 所以一定要像这样子 奉娘这样子要坚持下去 我们这个看 我们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对到都算了 有的人呢 现在好多人 都不愿意 每天关在家里 滑手机 打电脑的 当低头主 但是当有对到这些笔画的人 就比较会去外面经营人脉 所以我们有 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13或18 或19 24 3139 40 48 有这些笔画的人 都比较会去经营人脉 其实24的人 跟口有关的工作 他都可以做 做这些比如讲师 或者是保险的 或者是这些业务 都蛮好的 是喔 24 对24 跟唱歌啊 演戏啊 跟口有关的业务人员 都是蛮好的 所以你呢 有24的人你唱歌 你就会好听 这是你奉娘本身的名字 那我们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也因为他本身 比较会经营人脉 当他有经营人脉的时候 比较愿意去跟人家搜集 愿意去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愿意去付出的时候呢 他就会容易碰到机会 有的人你机会给他的 他还不愿意 那你是因为后面改了两个 有19的 有19的人呢 你后面就比较敢去表达你的想法 你以前奉娘的时候 因为是火生土 所以你的想法不敢表达 那当你有19的时候 人家在跟你参与 就说你应该唱什么样的歌 你就会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觉得说我应该 以我的声音应该唱什么样的歌 或是我可以写什么样的歌词 会比较重观众的口味 那你就特别 你的歌就特别容易 引合这个市场上面的 那像我们有13的啦 或者是有31的呢 这个对长辈啊 对平辈 对朋友 都会非常的好 人家有什么事 你会主动的先去帮忙 或主动的去 帮助人家 或主动去做一些人脉什么的 那自然久而久之 你会创造很多很多的贵人 人家有机会点 就会想到你 就比较会给你机会点 那像我们有18 39的啊 40 48这些也都是一样 这些呢都是比较平常就是 当然你知道很多人 给他机会点 他是不愿意去接触的 像你们这种的话就是说 我跟你讲就是 现在我起码有个什么机会 你要不要去 他会先不计较酬劳 好 我试试看 我去做做看这样 但很多人现在比较计较 那钱多少 什么多少 他就不愿意去 或者是说 这个六点 超过六点了 我也不愿意做 这个的话他都会比较 比较愿意去接触看看 比较愿意接触看看的话 他就比较容易有机会点 那相对的 有机会点之后 你也比较容易你的付出 会得到代价 再来我们看另外这种 这种是比较 可以付出劳力的 我妈就是这个教育 你快去跟我买盐 我说 买糖买什么 就是去那个什么 杂货店买东西这样 对啊 就是 连要叫我买个东西 听我在唱 他也是先用这个话 先 先在叫 对 先下门 就是先 就是先拨人水 你妈妈跟他跟第一 可能他也不是 不是真的很投影 所以你小时候不可能 你小时候也是有想法 觉得是想唱 也没有 没有 再来我们看另外这种 这种是比较可以付出劳力的 比较不计较辛苦的 这个我们来看 有 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16话 21话 23 26 34 36 43 这些呢都比较有动力心 有动力的话 就是有机会 他就愿意去做 有机会他就愿意去做 所以文心你有16话 所以你从小其实是还蛮动的 有16话的人都是比较 有这些比划的人都会比较小 他就开始赚钱 而且他也比较愿意离开家乡 有时候有一些人 比如说新马其实他是很辛苦 他过去市场比我们台湾更小 但他会觉得说我愿意去试试看 哪怕到新加坡或者是到马来西亚 又要坐船 又要到一个小岛去 你只要给我机会 我都愿意去的 所以有这些比划的人 他比较肯付出劳力 那超过这个工时 他也比较愿意去做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 超过6点来叫他加班 他不愿意了 到了假日加班 他也不愿意 但是你只要给我机会 我都愿意去做做看的 有这些比划的人 其实我都建议离开自己的家乡 真的喔 到异乡去都会比较好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 你离开你自己的家乡 你会比较快乐 而且贵人会比较多 因为比较不用让我妈管 没有 因为我妈就是属于那种 她只要在家有 她只要看到你 她就觉得说你出去 你一定要 就是每个小时力要回报 要不然她就会抠爆你那种 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 就离开这家乡 就是她没有看到 她反而会觉得说 慢慢就会习惯 就说啊 年轻人会自己照顾自己 要不然我那时候当完兵 在家 我就说我要去找我朋友 说你要去哪 我就说就附近找我那个 一个当兵的学弟 什么几点回来 我说啊 几点回来 我说应该是大人 对 我当完兵了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啊 就大概可能半个小时后啊 几点啊 我说 你知道那种 就是我妈就还管得满眼的 从小到大可能 到了我长大她还是 放心不下 你一定是小时候做过什么坏事 被她抓到过啊 也没有 但是就是有发生过一些 就是有受伤过 然后就妈妈就会怕说 因为我小时候常摔倒 常这边跌倒那边摔到水沟 然后那边东一破一个洞 一破一个洞 没有没有没有 就调皮好洞 对好洞 所以所以长大之后 妈妈就会特别的就是 不放心这样 然后她又看性看太多 会觉得说 现在外面社会混乱 之类怎样 所以你们两家不太一样 像艾莉啊 是父母主动培养 而且父母全力支持 对 但是黄文鑫不是 对 你其实身边支持你的 鼓励你的是 小她12岁的太太 对 当时她还不是你太太 只是你 对 她帮你报名参加歌唱比赛 对她帮我报名的 她为什么 那你从来也 你也没有特别去练 也没有特别去干嘛 她为什么敢帮你报名 好来命盘先放下 没有她就是 她就是觉得我唱歌 就是我觉得我爱唱 然后她就觉得我唱得 不错蛮好听的 可是我都不觉得 我觉得会唱太多了 可能从小这种 自卑心没有自信心 是从小被父母 被我妈妈就是养成的 什么意思 因为我妈她是一个 属于就是 你做好是应该的 你做不好她就会一直 一直念 一直念 对 甚至就是打骂 因为以前都打骂教育 然后你做好 她就不会给你任何的鼓励 或者是 连口头上的那种鼓励她都不会 所以你小时候唱歌 你妈有说什么吗 就是放学回去 我到我的房间 楼上房间 自己房间把音响打开 然后我自己在唱 所以我妈就说 好啦不要 她就在楼下说 好啦不要穿 你不要穿 不要太想 你是不可能 不要太忙 你是想要做冠七年 对啊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 笑死人 对 隔壁都已经在画 吵死了 对我妈就是在 我妈就是这个叫 你快去跟我买鹽 我唱 买糖买什么 就是去那个什么 杂货店买东西这样 对啊就是 连要叫我买个东西 听我在唱 她也就是先用这个话先 先在吵下去 对 先下门 就是先 就是先泼人水 因为妈妈压根 第一可能她也不是 不是真的很同意你进眼界 所以你小时候自己 你小时候自己是有想法 觉得是想唱歌的 也没有 没有 那这个女友 她帮你报名了 这歌唱比赛的时候 对 你难道事前都不知道 她是先泼在说 我不知道 就是 那她认为你会唱歌 纯粹就是因为 你去KTV 然后自己唱得也还不错 她觉得你能唱 对 我记得有一天当天晚上 看到那个 电视的宣传 就说有梦 就是有梦有理想的 不管各行业的年轻人 我们都可以来参与 你的潜意识就想起你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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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想了啦 不可能啦 笑死人 不要再吵 魔言传扰这样 没有 那时候都没有想太多的那个 只是讲 又有一个 那个歌唱节目 又可以看了这样 然后隔天她 隔天早上她就说 我帮你报名 我说啊 什么你帮我报名 报名什么 她说报名昨天 就是有在电视宣传的 那个超级偶像 我说你干嘛报 她说没有啊 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 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 对啊 那我看你也很喜欢唱歌 你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想说好 好啦 报了就报了 那就把它当成是 一个回忆想说 拜托乱讲 一定是你看电视的时候 自己在那边看电视 你又来了 故意在那边演是 我只差这么一个机会 我报得好 没有啦 然后第二天告诉我 没有啦 然后第二天告诉我 文欣 什么大家 我帮你报名这样 什么 有什么 我觉得你不唱得很好 长得也很帅 你就去参加比赛试试看吧 那都不可能的事情 你是 没有啦 可以去试试啦 没有啦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她真的跟我讲 我真的吓到 因为自己只是觉得说 唱歌这个 就是我的兴趣而已 你当时的吓到是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 文欣 我昨天晚上已经 帮你报名了 蛤 什么 蛤 你什么搞不好啊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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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欣真的是 浮夸心的啦 文欣 歌好听 戏也好看耶 对啊 后来戏也很好啊 对啊 好啦 那真的去比赛 也真的还蛮顺利的耶 但是我妈还不知道 我妈那时候还不知道 是一直录到 不知道 好像第三集 还是第四集 电视有在播 邻居跟她讲 对 因为她会 她有先存档 所以她这一集 播完了之后 她会预告下一集 然后就 刚好被我咕咕她们看到 然后她就打电话 给我妈说 诶 诶 诶 您 您知道 您女儿去唱歌 那我可怜 真的 她都说不到 你看错了吧 她说没有 真的 那个名字一模一样 而且就是她 她就一样 对 就是一 就是真的 不然下礼拜你去看 她说真的 她说她还不相信 她有没有直接打电话来骂你 她后来有打电话 后来有几次我都还没接 我还不想接 你怕会影响你的心情 因为我妈会念 我妈都一直反对 可是我妈就说 她知道这件事情 我姑姑打电话跟她讲 然后她就说 她不赞成 她把这个话讲给我听 转达给我听 她说可是我姑姑就一直跟她说 你不用去 你不要去阻止 小孩子她想要去做什么 你不是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会一直斩钉截铁说 她就是不可能 你要给她信心 所以你要去鼓励她 哪怕是不管成功失败都没关系 至少你有试过 对 然后后来她们有说服我妈 我妈也是就慢慢的就接受 接受了 那到了持强之后 我才觉得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当作是演艺圈 这个当作是我的一个事业 去好好的经营她 所以依然觉得 在那时候我就把 因为我也其实请假请到不好意思 我就有一天我自己去跟 那个经理说 我就是要辞职了这样 然后她说 其实她很早就很想跟我讲这句话 可是她又不忍心 她就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 她叫你辞要赔的钱比较多 你自己辞 对 要请战费 你拍感情 那欧促之后老婆在家看电视之后 有说什么 她会很鼓励说 应该要 她反而会提供一些Sample 一些韩剧 该怎么十大文 怎么 非常的浪漫 但是已经可以到这样了 好 那你终于进入演艺圈 可是有一段时间 真的前面在磨 在熬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真的是 收入说很不稳 收入不稳 太太陪你吃了三个月的滷肉 一天可能就花个日 五六十块 真的是五六十块 这下糗了 也不能打电话回去求救 不然妈妈就说 你看吧 我早就知道 对呀 人家爱丽还有父母支持 那你怎么办 可以打给姑姑啦 对呀 没有说到 不能打给妈妈打给姑姑 这个地方我姑姑就 他们就还有我叔叔 他们就真的有资助 他怕我就是真的没钱 可是我们还是很省 就是一个月大概花个七千块 那时候已经是老婆了 没有没有 还是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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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还是要顾啊 房租总是要付吧 他后来自己有去上班 然后就是百货的站柜的那个小节 然后就是一个月大概2万多块这样 这样够吗 就所以那时候还是很省啊 因为比完赛之后正式出道了 那因为我第二名我有拿到奖金 那 那多少钱 30万扣掉税是27万 嗯哼 所以 这后面我没有收到 就用这27万慢慢的去 然后加上他去上班 来去cover掉这个 这些 生活开销 直接支出 所以有一段时间 还缴不出房租 还有老婆出去筹钱 对 老婆去想筹钱 就是跟他爸爸妈妈 就是说 那是有没有钱就借一下 甚至有时候过年的时候 姑姑 他们姑姑都会发红包 就是 就这样累积起来有几万块 这一次有红包钱有大概四五万 可以慢慢去用 还可以撑一段时间这样 对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是说 完全没有工作或没有收入 只是我那时候 唱片公司跟经纪公司 是这个情况 因为唱片公司 他们是属于用季节的房子 三个月结一次 所以等到他结完了之后 再承报上去 回来要款项拨了 已经快一年了 他说要谢谢太太 对 所以有写了一首歌 对后来我有写一首歌送给他 歌名是 因为你 因为 对啊 你看他现在讲到这事情 眼睛都还是会带着一点累 没有就真的 两个人携手走过 就是真的陪我吃蛮多苦的 而且 我觉得最 最痛苦的是那时候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妈是反对的 所以也反对 因为他觉得年纪差太多了 他小时二岁 对对然后他 他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反对说 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那时候 你有带他回去 有有有 后来带回去一两次之后 他就 过年他就再也不敢回去 因为他 很怕看到我妈那个样子 然后甚至就是 呃 因为 那时候 一些比较不理智的粉丝的关系 然后 干扰到我妈 我的妈那时候就是 呃那时候不是还 无名小张还在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的规定说 啊尽量不要说 你自己有男女朋友 就算有 尽量不要说出来 哦你要隐瞒起来 那时候 那十年前那时候 我说好 然后他那边的 就没有我的相片 后来我妈就打电话给我 我说他就 他就打了 哎 我说怎样 你 他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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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小张关起来 我说 为什么 啊他怕他 他开那有名小张干嘛 我说 我说干嘛 要把他关起来 他说上面没有我的 因为我大概知道 他说上面 没有他 没有我的相片啊 你叫他关起来就对了 我说谁跟你讲 你求是什么 理由 就是他觉得 他觉得 会影响你 对 他这样应用到你 我说他上面又没有放我的照片 怎么会影响 而且这是他个人的权 我说你干嘛这样 你不要这么 你叫他关起来就对了 我后面跟他吵了 反正吵了很大声 然后我老婆在旁边听到他说 好没关系 你就 我们就把他关掉了 然后我说 谁跟你讲 他说他的父亲 因为他他的时候不会用网路 他就说反正他的乡里的那些 隔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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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到的 我说那时候我已经吵到 我真的做很大的 大小 很大的 然后他就说 好了 你不要这样跟你妈吵 我就关掉就对了 然后关掉之后 我想想越来越 越想越不得了说 奇怪 我老婆又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要这样折骂他 为什么他就要把这个 属于他个人权益的这个东西 把它关掉 我就说你把它打开 他说不要 我说你打开没关系 电话来我接 后来他打开 隔壁几天我妈要打电话过来 你现在是怎样 我不是叫他关掉了吗 我说 我说干嘛啦 你在干嘛啦 我说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做什么坏事 你干嘛要这样 叫他把这个文明小商关掉了 我说你不要这么不讲理好不好 这是个人的自由 然后我妈就一直跟我吵 我叫他关掉他 他现在是怎样 他是怎样 他是怎样 不把我放在那里 就是放在眼里 就是之类的这种话这样 因为其实我大概想 就是可能有一些 比较不理智的粉丝 说跟他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粉丝 他就会跟那些粉丝 是很熟啦 那我们也不能怪他 因为老人家他不清楚这个 很多 他搞了全程圈 对 生态 本师找不到你 就在屏東的附近就找 哎呀 黄老妈 我告诉你喔 而且他们是 他们还知道我家在哪 还会去我妈家拜访我妈 但我很感谢他们支持我 可是我觉得这样 不好啦 我觉得这样对 那你这样婆媳关系 你后来结婚的时候 你妈有来吗 没有啦 后来我妈就 慢慢的就 有改观了啦 因为我在一起久了 然后她就一直在支持我 在帮我搭理一些事情 所以她对她的印象就 慢慢有感 也看在眼里了 对 看在眼里有慢慢改变了 尤其是理财这一部分 因为我自己本身 是还蛮爱乱花钱的这样 就是 就蛮爱乱买东西的啦 那她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那有时候那种 看到包包或什么 她看到她就摸一摸 看看她就走了 她就摸一摸 真的喔 对 她就摸摸看看 好 我说 你喜欢的话你就买啊 没关系啊 我又不是说没在赚 她说不要 太贵 我说 我说一千多块是在贵什么 可是她觉得太贵 她觉得她的认定是觉得 四五百块就还OK 可是超过一千块 她就觉得她要考虑一下 就在那边考虑很久 我说你在考虑什么 我又不是 因为后来是比较稳定一点 我说你不要 我说就当做是 你辛苦的那个奖赏啊 因为没关系 她说不要不要不要 看看就好 看看就很开心 哇 对 我的意思 所以你有一首歌是为老婆唱 对对对对 你现场的感情 好啊好啊 是因为你啦 是因为你啦 只要你在这 我不走外面 方向交交交 沉沉的数量 想不来对你空之下 希望后是人的冬 中难的人生 走到山 走到山 黄文青唱歌还是很好听耶 不过你这个老婆 你说小12岁 你当年是在哪认识的啊 就是一样 就同公司 生计公司那时候的同事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仓储管理她是 她是开那个单子 会计小姐 对 开单小姐 对开单小姐 哦 然后我认识的这样 对啊 哎哟 这女生 这缘分真的是蛮好的 可是她有说啦 她说 因为可能她那时候还算年轻 对 那就是比较 对爱情可能 就会比较奋不顾身这样 可是她后来就是 她奋不顾身 等一下 所以她后来觉得怎么样 她年轻的时候也许花天酒地 但是她一旦瘦毛长出来之后呢 她会加倍的疼爱 甚至会怕老头 年轻的时候她甚至大分 就比凶老婆也不敢说 会骂老婆 但是她一旦瘦毛出现 很奇怪 这个人会整个转性 转得真的很疼 甚至担心会怕她 怕太太会或者会想要 对她怎么样 因为可能她那时候还算年轻 对那就是比较 对爱情可能 就会比较奋不顾身这样 可是她后来就是 她奋不顾身 等一下 所以她后来觉得怎么样 后来到 在一起久了之后 她发现 久了之后她就说 你先把人家造成一个状况之后 她说久了之后 她到现在她就说 如果以我现在的年纪 再遇到那时候的人 我一定会跟你说 你给我滚了 所以老年纪会慢慢去 改变这么大 去改变 她说她也搞不懂 为什么那时候会一直就是 就 我什么叫鬼哲也 也不是鬼哲也就是 她会觉得 可能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会 对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会很奋不顾身 奋不顾身的感觉 可是慢慢才会 够单纯 够傻的 吃那么多苦 就比她吃那么久 对 那你现在日子好过 她有没有说 你在演艺圈 现在旁边都是美女 她有担心过这些吗 她有担心 她有担心 因为你后来 转八点档也很成功 就是演了很多戏主 那又是另外一个圈子 对 对她来说应该会有 压力了吧 而且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亲热的戏这样 一开始不习惯 不是你不习惯 她啦 她会不会吃醋 或者是觉得 她一开始会 你跟谁拍亲热的戏 林伟君 漂亮 然后 还有去年就是李彦 漂亮 就是 对 还有像之前林艺兴 对 一心里我有印象 华氏八点档 华氏八点档 就大概这几个没有 还有曾婉婷 曾婉婷啊 不得了 多漂亮 所以哪一个最有感觉 你这样我讲出一个 都会得罪 不要说你没有感觉 你是双子男 我跟你讲 最花的就是双子男 最花的就是双子男 哇 我跟你讲 这个老公不错 嘴巴很紧 你拍感情戏 那播出的时候老婆在家 看电视之后 有说什么吗 她从以前的就是 只要有那个片段 她不太想看 而且会因为那个剧本 可能跟我稍微就是 阿Q一下 但她不会讲 她就可能那天就 比较不太想理我 可是到现在 她会很鼓励说 应该要 她反而会提供一些 sample 这些还是应该怎么 什么十大 怎么 非常的浪漫 所以已经可以到这样了 对 因为她绝对是赚钱 你又 赚钱 因为她绝对说 你一直以来也都没有 对她绝对是工作 那是在赚钱 所以她现在看的 应该是一万以上的包包了吧 她说你就要 认真把他摔下去 没有 早就超过了 本来还在生气的时候 后来春泽一看 哎呦 还不错 这个月 去 给他听下去 听下去 就有春泽 零就加进来 尤夫老师 我们就来看 什么样守面相的男人 会加倍的感谢老婆的付出 我把它类似 基本长相跟家分长相 基本长相说 有这种长相 他一定会等老婆 他基本条件之后 就到了 至于下面呢 比较不重要 下面就是多多益善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因为你基本已经到了 我如果把它基本列成 列到70分的话 那就已经相当很好 下面就加分了 能加多少是多少 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长相 基本长相怎么样呢 这有几个多算 例如说 都是好男人的长相 那么耳朵大是什么 耳朵代表照顾人家疼爱你家 他对老婆感谢之心 去照顾 去疼爱 那下巴后是什么意思呢 下巴是包容 是知道说我这种事情 我要回报 像他感觉到太太已经对我这么好 但是我现在要回报 真的 那以真相来讲的话 黄文献这些都有到 你看他的下巴 他不是胖子喔 不是胖子 所以不是说吃胖一点下巴就厚 对 不是 没有啊 还是有下巴的 你的骨头是相当的 可以算是宽厚的男性的 那额头也高 耳朵也不小 你这几项些都是已经够资格了 那至于下面有没有 可是他是双子男 那双子男有什么关系 你只在那个星座上面 给双子男贴标签干嘛 双子男只有20分 先加这个各家五分了 双子男有好有坏 不然这一概也论好 一枪打死之后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除了这基本挑战 有的话就已经恭喜你了 你老公先看有没有 有的话就恭喜了 那下面就因人而异了 不是说每个人都刚刚有了 如果有那更好 第一项是什么呢 就是说男人的鱼尾纹 是向下的 一般鱼尾纹我们看是往平的 或是甚至有的往上 但是也有人往下的 当然因为黄文鑫现在还太年轻了 这个这一点可能显现得出来 他就往上的 没有没有 他有些是往下 有 我有看到 往上也不错 往上通常是娶到那种贵的老婆 就是说豪门的老婆 通常是往上 那一般人是往平的 那往下就是会感谢他的太太的 甚至他因为感谢他愿意为家庭付出 就做牛做马都可以 这是往下的 好 第二个他画得不太好看 应该长得更好看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瘦毛出现 那这要看年纪的 这要50岁以上 你还没有到 就是50岁以上男人 他年轻的时候也许花天酒地 但是他一旦瘦毛长出来之后 他会加倍的疼爱 甚至会怕老婆 年轻的时候他甚至很凶老婆 也不敢说 会骂老婆 但是他一旦瘦毛出现很奇怪 这个人会整个转性 转的跟着很疼 甚至担心会怕他 怕太太会怎么 对他怎么样 这种是瘦毛出现 好 下面这个是 就是我们也常看到的 就是在我们的母子的前端 中间有所谓的凤眼纹 凤眼纹就是在我们的母子 这两节之间 一个圆圈圈出现在里面的 叫凤眼纹 那也有人把它称为叫夫子文的也有 孔子眼的各种都有 那其他我们不讲 我们纯粹以及夫妻关系来讲的话 有凤眼纹出现的人 就是对太太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疼太太的也是 那甚至有些人 我看过他在食指也出现 一般凤眼纹一定是在母子出现 很少在其他的手指出现 那如果在其他手指出现 是更好的 表示更疼 甚至愿太太付出一切的 如果在其他食指或者中指出现的话 但是不多 好 最后一项呢 我们看这个一个人的肚臍 男人的肚臍呢 男人的肚臍深 就是女人的财香 就是男人的肚臍越深 女人的财香 就是女人的钱财 她的财库会越来越多 近账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的意思 是 这几项我刚刚讲的 这只是加分的长相 就是越多越好 那没有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基本条件已经到达了 基本条件至少就70分以上了 像欢文献她基本条件就是做到 是 蛮好的 爱老婆 感谢老婆 好的 阿梅道老师 来 阿梅道老师 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星座的男人 不会让自己吃苦的 对 刚才狗林哥一直很在意的 太阳双子座的男生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十二星座二分法的话 他们确实也在不会让自己吃苦的 这个一半之内 二分 排第六名就对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 前三名是哪个星座 我们就从男生星座的 太阳金星跟上升星座 这三个部分来观察 像黄文献你的太阳在双子座 对不对 上升是摩羯座 然后还有金星是在这个金牛座 那爱丽可以看看身边的男性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是落在天秤座的男生 因为我们是随时随地展现优雅 我们常常讲天秤座的人 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对不对 所谓公众形象什么 不只是我们只看到说 什么外表要长得俊俏 什么仪态很好 那是一种优雅 然后呢 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好不好 别人一看到我 一想到我 会觉得我过得怎么样 这也是我的公众形象 所以天秤座的男生 他会很在意 他不会让自己给别人一种 好像我过得很惨烈啦 很悲苦的这种形象 这他们不能接受的 好所以呢 天秤座它是一个风元素星座 所以他们通常脑筋都很灵活 所以很多事情 他们可以怎么样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自己去变化 去应变 让自己过到一个很好的一种状态 比方说 好像隔壁的这个 家里面的居家装潢好了 好在哪边摆了一个这个青花池 很贵 看起来好像很有气质 那我现在条件 没那么好的时候 没关系我摆一盆万年青 一样也有生气 好一样看起来也是 这个很优雅的 他们就在很多这样的层面 会去让自己过得很好 让别人一想到我 就觉得我是在一个 还OK还不错的状态当中 我们不会让自己给别人这种 很过得很辛苦的形象 是 那么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在射手座的人 我们说射手座呢 是 悄悄溜走 避免责任 好先这样讲好了 射手座的朋友们 他们我们正面的特质是 我们很乐观很向前看 对不对 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都不害怕 觉得未来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这是射手座的正面特质 但同样的 他们很容易把一个眼光目标 放在未来 意味着他们对于当下 其实不喜欢扛起责任的 有些星座的人 像 比如说像文心这个 上升摩羯好了 可能摩羯座 或是土象星座特质 比较强的 他们会在年轻的时候 就会想要计划 比方说买个房子 或者是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所以很多这种特质强的人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背房贷 但对于射手座的人来说 什么 我有个房子 是有个安稳的这个 居住空间 没错 但是我就要扛起责任了 这是我们这种变动性 没有办法去承担的 因为扛起任何的责任 对射手座来说 可能都太沉重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 因为这样子会觉得 如果我把这笔钱拿去付房贷 那不如我每天 每个月 我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额度可以运用 我可以吃得更好 可以买得更好 所以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不让自己去过太苦的日子 那么第一名 我那时候记得我教那个 外婆的澎湖玩这首歌 然后他只能就是 我们就一个字一个字 叫好我们 一开始他是 甚至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然后再来是他 回来上课的时候 他是走到我面前 然后说老师 他就叫我老师 然后一开始来是不理我的 他就老师 然后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 几月几号要上课 我说对对对 下一次就是那一次 你要记得来上课 他就好 那么第一名呢 就是我们落在金牛座的朋友 因为我们有钱没钱都能享受 像温馨的这个金星就在金牛座 好金牛座 他其实很重视 他现在拥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假设 我很有钱的时候 我可以带老婆去这个巴黎看铁塔 那预算少一点 我们去巴黎岛做SPA 其实也很享受了 对不对 沾着再没钱怎么样 淡水的巴黎 其实也有很多小吃可以吃的 巴黎铁塔跟巴黎 对 他巴黎铁塔退到巴黎 印尼的巴黎 如果那边再不行才到 关度的巴黎 对 但对于金牛座的来说 对 黄老师可以吗 可以的 对 没钱嘛 对不对 看当时的经济状况 对看经济状况 而且重点在于 金牛座不会觉得苦 他会觉得 其实我都很享受那个当下 他们是真心会觉得 这个日子不算苦 我不会让自己过得太辛苦的 再来就是 不管是金牛座或天秤座 我们这两个星座 都是金星守护的星座 大家讲到金星 我们就会想到爱神维纳斯 对不对 你现在脑中浮现维纳斯的形象 你能够想象一个在烈日下面 然后什么灰汗如雨 在那边辛苦工作的维纳斯吗 不可能嘛 维纳斯通常都是怎么样 再怎么样也是那种很优雅 对不对 然后让自己很舒适的 所以不管是天秤座或金牛座 尤其像金牛座 都有一种懒散的特质 他们可能有一点点的懒惰 就是明明我多努力一点 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我不要 我就觉得现在这样 我不要那么的辛苦 我不要把自己过得太 好像这个推到几点 然后时间排太满 因为这样对我来说 可能日子会太苦了 我不知道文心会不会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怕 我就是会有一阵子 比如说宣传嘛 宣传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会觉得说 我要休息一下 或者是拍戏 拍了一整年 那就是拍完了之后 我会想要让自己放松一下 充电一下 对 我不想要说 一直紧接的下去 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个压力会很大 对对对 而且自己没有办法 你现在带老婆 去过巴黎铁塔了吗 还没 巴黎岛 巴黎岛 本来有想要去 可是遇到活动 巴黎 巴黎有啦 巴黎一直去踩 一直去做 巴黎是去做活动 顺便带她去啊 不错 那未来至少还有两个地方 是你们未来的目标 日后可以带老婆去的 是 就因为这样的特质是 这三个星座呢 不会把自己的生活 真的过得太辛苦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艾琳妳现在有在 自闭症协会 教小朋友唱歌啊 对 教他们唱歌 我已经教大概三年多了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 他们真的是天使 就是他们的那个 对于音乐的那个热爱的程度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 我那时候记得 我教那个外婆的澎湖湾 这首歌 然后他只能就是 就我们就 我就一个字一个字 叫好我们唱 他就讲 他没有旋律的 他讲话也没有音调的 就是这样直直的 一个音一个音 然后就上了几堂课 就一直反复重复 一直教他们之后 他大概 两堂课之后再过来 然后因为我都会给他们 就是说你们上来唱歌 这样然后就放音乐给他唱 然后就唱 晚风轻浮 风哭晚安 白浪珠沙滩 就他慢慢的可以 唱出那个旋律 然后就是爸爸就说 谢谢老师 这样就是觉得说 怎么一开始他是 甚至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然后再来是他 回来上课的时候 他是走到我面前 然后就说老师 他就叫我老师 然后一开始来是不理我的 他就老师 然后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几月几号要上课 我说对对对 下一次就是那一天 你要记得来上课 他就说好 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 其实是他们自己很努力 可是我会被他们的那种 认真感动 其实这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开始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 去把我的唱歌的 这个功力也好 或者是这些方法 去分享给更多的孩子 或是更多喜欢唱歌的朋友 对 所以我现在就慢慢的开始 去教一些学生他们唱歌这样 对 所以 平常除了自闭儿之外 你还有愿意教 对 就是只要想要学唱歌的人 老师 我们就从外婆的澎湖湾开始 好 我唱一遍 你唱一遍 好 外婆 晚风 晚风 带满千福澎湖湖湾 你不自然一定很难 原来应该让 只有1片海蓝蓝 这主任歌唱得非常好 对 来 切字唱 对 晚风 轻浮澎湖湾 白浪租沙湾 没来应该让 winners 带满千福澎湖湖 只有1片海蓝蓝 差遇 不错嘛 实力派的嘛 很厲害啊 我跟你說 你的新加坡演唱會 你可以考慮 幫我納入演唱會嗎 你這是什麼 對… 唱得很好啊 對啊 我覺得 其實唱歌 應該是說唱歌 其實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什麼是咬字 就是我們常常都會就是 咬 你是說咬字嗎 你是咬字吧 但是也不用這麼咬字 就是也不用那麼用力 其實就是放鬆 就像你在說話一樣 就是如果我們先用 講說我們先用唸的 晚風輕浮澎湖灣 白浪竹沙灘 唸是這樣唸對不對 唱歌其實就是用這樣的力氣 唱歌就可以了 晚風輕浮澎湖灣 白浪竹沙灘 Yes 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你自己的聲音 不知道為什麼 很放鬆啊 都有一種做做的感覺 你太用力了 我忍很久了你知道嗎 就你講話其實滿自然的 為什麼來到唱歌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很刻意的feu 我還以為是不是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一唱歌就變老何解 是咬字的問題嗎 沒有啊 不是咬字的問題 那是什麼 就覺得可能 應該就是在唱歌的時候 就不會 沒有洪湖灣 你唱一遍 怎麼唱 晚風輕浮 洪湖灣 白浪洲沙灘 你看 就是放鬆 自然的 就像你在說話的時候一樣的 用力是在這邊 對 不是在這邊 下巴 下巴很重要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會唱歌 都會這樣 晚風輕浮澎湖灣 白浪洲沙灘 就聽起來那個東西會很生硬 對 可是你把下巴放鬆 晚風輕浮澎湖灣 白浪洲沙灘 就是你的發聲的那個位置 不會被陷阱 我投降 試試看 吳美玲老師 我是請妳講命理題 我也沒理由 好壞 妳是命理題 某郎用 我是命理歌號 妳什麼時候變命理歌號 命理界的林士林也是她 很會從我們節目亂取名字 真的 來 美玲老師 市民比劃的人特別的有福報 來 我們看看哪一些人特別有福報 我們有福報是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說 他天生他的行為反作用力 讓人家就是會特別的來找他 有一些人做事情 是特別的穩 特別的穩健 也特別有責任感 你交代他的事情 他會比較做得好 那自然人家就什麼事情 都願意來找他 這不管哪一個格局 有對到都算 不管觀眾是改過的 或者是改後的 都可以跟 我們來看 這個就是說 有十五話 二十五話 三十五話 四十五話 五十話 五十五話 有這些筆畫的人 像文欣就有了 二十五 文欣有 還有這個 我們范良其實本身的畜生名 你人格就是二十五 所以你們在做事情或在唱歌 你比較會用心去思考 我應該要怎麼樣發音 或是做任何的事情 它會比較有一個定律 有一個規矩在 有一些人做事情是完全無厘頭的耶 這個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會想說 我的資金哪裡來 我的員工哪裡來 或是我想要唱歌 我就一定要唱到好 那我要先去學發音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的 會比較有條有理 當你做任何的事情 有條有理 也比較有責任感的時候 你把一件事情交代他 他會把你完成的時候 自然他的貴人就會很多 像你們兩個都有這個習性 你從小在做事情 就會比較用心 你用心才能夠到達目的 如果不用心 或者是辦 這些人其實做事情 不太半途而廢 他會比較堅持 但當他堅持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創造很多的貴人 那個很多人覺得說 他這個機會是偶然的 其實不是 是你們點點滴滴去付出出來的 所以得到了這麼多的福報 這種都比較容易有機會點 然後另外這種的貴人 他就是先天會比較 比較有貴人的 這個是自己比較辛苦去創造出來 我們另外看這種就先天的 尤其這種如果是 出生名是更容易有貴人的 這有18或19 20或29 31 38 39 有這些筆劃的人 頭腦都比較聰明 有時候我們要貴人 其實我們自己要懂得表達 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敢去把 他的想法去表達出來 貴人自然就不會去幫助他 不會去協助他 但是我們如果說有29話 38 39 還有19這種都特別有異性貴人 像篤林從小就容易有這種異性貴人 像什麼阿姨那種都特別會對你好 大姐 阿姨或者是一些妹妹 就會特別看到你的時候 會特別想要給你機會提拔你 所以有異性貴人 其實我們有異性貴人的這種貴人 都會比較長久 他會對你的幫助都會特別大 像你有改這個帝格好琴 有20話 你也特別的容易有異性貴人來幫你 其實我們有時候有異性貴人的時候 因為同性有時候會因為某些問題 某些意見而產生可能分歧 但是異性的話 你即使你跟他有一點衝突的話 他還是會包容 所以這種的話 這種貴人都會比較長久 而且這些筆劃的人 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他比較容易有暗財 當他快沒錢的時候很奇怪 自然就會有貴人給他一個機會 那不然這個工作給你 不然這個案子給你 然後自然就會賺到很多的錢 是 OK 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因為有一次我岳母打電話給她 她說你那個怎麼會有 你先生怎麼刷卡 刷到多少這樣 怎麼會寄來他那邊 就為了這個他就 那時候他就當然氣到就有點 就是流流眼淚這樣 文心有個小故事我想聽 所以你從小常看到爸媽為錢吵架 其實媽媽很辛苦 我小時候我媽媽就是 她做的工作是那種 人家說的刷卡工 我爸的那個 他職業那時候是水泥工 二三十年的時候 水泥工其實是一個非常好賺的職業 雖然他只是一般的工人師傅 可是他一個月大概有五六萬塊 在當年的時候是高興 當年的三十年的時候 其實是算薪水蠻高 可是我爸可能就是屬於那種比較 就自己顧自己啦 說好聽是樂的 天啊 說白一點 他就是比較 不要一些生活細節 他不會顧慮這麼多 所以他每次只要交薪水的時候 他就是一半給我媽 一半他自己留著用 然後可能我媽當下要去幫我們 可能要開費 學費 家用 所有的生活費 對 然後他我爸就會說 他就是只有辦法給這一半 剩下你要自己想辦法 沒有啦 要另外一半他拿去嗎 吃喝完了 吃喝完了 然後就是簽六合彩的 那時候的六合彩也非常的風行 我記得我回到家下 放學 回到家的時候 大概在門口的五十公尺遠 我就聽到我爸媽在吵架 就為錢吵架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我等一下還要去加班 怎樣怎樣 你都只付這些 然後你剩下都 然後剩下就不夠 就叫我自己去想辦法 你真的這樣很不負責任 之類怎樣 然後我爸就會很生氣 就會跟他那邊吵 甚至有時候吵到我爸 心情不好 隔天他就故意睡遲 然後他就不去工作 這樣子的情況有讓你 你現在的收入 是給老婆也只給一半嗎 為什麼 沒有 沒有 罰就這樣 你罰就這樣沒意思 對 沒有啦 就是現在的收入都是由我老婆再掌 全部給老婆 因為我剛才有提說我就是一個 其實可能有像到我爸就很愛花 可是我覺得這個錢給我老婆去管你 理財管你是比較好的 你有認到可以 可以限制 就是你有一部分的像你爸 花到就是被我老婆抓包了 怎樣抓包 你還偷買是不是 我會自己線上刷卡 所以會有一些金額在那邊 可是我就是怕他看到說 我都是不會 就是不會寄紙本 我就是直接採用mail的方式 那mail那只有我知道 然後後來是因為有一次 我岳母打電話給他 他說你那個怎麼會有 你先生怎麼刷卡收到多少這樣 怎麼會寄來他那邊 我老婆那時候我還在旁邊睡覺 然後我老婆就說 怎麼可能是詐騙集團吧 然後後來他就 他就說等一下我打電話去問看看這樣 去問看看 然後他就叫我錢 他說我媽說那個有什麼 你刷卡的站 我那時候還死口否認說 沒有啊 不可能 我沒有說啊 怎樣怎樣之類的 後來他說 你等一下要不要打電話去 那個銀行去問看看之類的 問到後來我真的受不了說 哎 那個是我刷的啦 然後就為了這個 他就那時候他就當然氣到 就有點 就是流流眼淚這樣 他覺得我一那麼節省 然後想要 因為他想要換房子之類的 然後東省西省 然後我還這麼愛亂花這樣 然後甚至他就是他最討厭人家騙他 怎麼會到你岳母那邊去啊 因為我自己有在宮廟服務這樣 然後 你現在有在宮廟服務 對 然後後來我們神明就說 沒有啊 就 就你那個行為上面看不下去了 然後就發一道那個 反正又有點發公文的方式 就是請我們宮的主神 哎 然後我們宮的主神就 因為我們辦事的是三太子 然後宮的主神是 鄭成功 顏廷俊宏 然後於是 於是那個主神就跟 我那個 我們宮的三太子說 哎 這你要怎麼處理 他說 怎麼處理就這樣處理啊 對啊 你 我說真的 我發誓 我mail他 我也不知道我願聞 我mail到底是張證是 對啊 誰會有 誰會有 結果那個mail就傳到那邊 然後我岳母上班的地方 跟那間銀行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太回憶了 業務往來的 真的 沒有 因為是不同銀行 來… 來 優福老師 我們就來觀察 下週各生肖的整體浴室啦 好 下週8月23號是 我們24節氣的促暑 就記得表示說還很熱 熱還沒有過去 好 12生肖 我把它分成四組做個說明 首先第一組 豬兔養的 豬兔養不錯喔 豬兔養是 積極理財 獲得回報 獲得回報 他應該就是賺到錢了 有利潤了 所以我給了五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 狐馬狗 狐馬狗也不錯 準備充足 再上城樓 當然是指各種事情 尤其是工作方面 職業方面 再上城樓大概就是升官了 更成功 所以給了四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蛇肌牛 蛇肌牛比較要注意一點 職場運差一進則退 你不往前進就會退了 工作運方面 所以我只給了一個讚的評語 好 好 再最後猴鼠龍 猴鼠龍是花灰所玩 建立關係 這個建立關係應該就是人際關係 所以我給了三個讚的評語 下面加碼 十二生肖有三個生肖 下個禮拜運氣最好的 首先錢財最旺 錢財最旺是 屬羊的朋友 好像跟文青是一樣的 其實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是屬豬的朋友 都在前面這一組 下面桃花最紅 桃花最紅跟艾莉一樣 是屬老虎的朋友 好 請好好把握下個禮拜的機會 是 好 來 接著呢 Amanda老師也跟大家預告 下週各星座的整體運勢 老師 我們一樣從自己星盤當中的 太陽跟上升星座來觀察 首先兩顆星的部分呢 有獅子座的朋友 好 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狀況 讓我們的經濟上面 會比較有這個多出 需要付出的這個情況 可能要多多的留意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們 最近這段時間 可能真的太過勞累了 要懂得找時間好好的休息 讓自己的體力不要太過透支 另外提醒天蠍座的朋友們 在人際互動方面 講話的時候雖然是好意的 但是用字淺詞的時候 可能還是委婉一點會比較妥當 我們來看三顆星的部分呢 首先金牛座的朋友 好像愛力行是金牛座對不對 就是很容易會想得太多 做得太少了 雖然小心謹慎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要把握機會的時候 還是要勇敢的做出決定的 雙子座的朋友們呢 像文心 要小心不要太過樂觀了 然後呢 這個有些地方 偷買亂刷 會不會樂極生非 真的 就是有時候 這個該注意 該面對現實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到的 然後射手座的朋友們呢 我們有機會重新整理這個 我們一些未來的目標計畫 然後呢 等到好時機的時候 能夠再次出發 我們來看四顆星的部分 首先有牡羊座的朋友們 當我們遇到一些這個生活當中 有點卡卡的時候呢 可能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 能夠幫助我們度過難關 然後呢 還有天秤座的朋友們 如果我們對於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這種 同事們能夠提供我們的一個 這個協助的話呢 都能夠受到大家的稱讚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們 其實像兩位一樣 就是我們的這個實力 是能夠受到肯定的 然後呢 雖然覺得事情好像有點多 但是是因為能力好 老闆或是其他這個人們 給我們很多的新的工作 要值得開心一點的 我們來看五顆星的部分 首先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們 自己溫柔的氣質 是人見人愛 人緣桃花是非常的旺盛的 然後處女座的朋友們 在工作上面的表現 也能夠受到讚賞 自己要懂得 好好的把握這個時間 好好的發揮自己的實力 以及雙魚座的朋友們 這個資金在握 可能口袋滿滿的 如何再次重新的佈局 重新的投資理財 可以好好的規劃一下 我們來看加碼的部分 首先恭喜感情最旺的是 巨蟹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恭喜 處女座的朋友 財運最旺恭喜 雙魚座的朋友 恭喜 好的 由布老師來進行測字 沾過我們來沾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出運嗎 來 好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好酒不怕 你們紅茶 所以我們今天的字面 直接就是 就 四個字選一個字來吃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請你選一個字來吃看看 最近一個月我可不可以出運喔 好的 艾莉來 酒 酒 我用 文馨 好 香 我也9 9 9加1 9加1 小河 O O OK 是你選的喔 沒有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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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中有話 還是我選香 你覺得嗎 我會改香 香喔 香 真的嗎 可以改善 好 香喔 你跟海蛙耶 所以你現在是怎麼樣 O還是香 我心裡有術 我們沒有玩心裡有術好不好 我們要講出來的 好啦 O了 好 好啦 都選好了 觀眾朋友你也選好了 我們現在來揭曉答案 我們從香開始先講 工作優秀 觀念倉由 上面這是秀的開始 下面是倉的結果 所以當然是工作運可以出運 90分 90分 好 其實是抵 抵呢 現場沒有人選 家庭和樂 互相抵禮 好 這上面是停的開始 下面抵的結果 所以是家庭運可以出運 80分 好 好 下面是 O跟O跟O O跟O 是文欣跟文欣選的 身材有種好事 好事瓦罐 這也不錯啦 有點發芙發芙 文欣是一個減肥 所以我的意思暫時就50分 你們拿壞了 好 下面9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要選這一個字 最多人選擇 答案是 理財得法 報仇豐盛 我這麼好啊 看一下 這個是得法的開始 這是仇的開始 所以是錢財運可以出運 100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藍營 謝謝藍營 謝謝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天 請整個收看 命運好玩 拜拜